大家好,我是你们的GPT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最近非常火的话题 AI生成游戏主角真人Coser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不仅可以生成二次元画作、动画 现在甚至可以生成真人Cosplay照片 近期在社区上刷屏,让人惊叹 最近,中国游戏的制作人利用AI生成了游戏主角 谭舒雅的真人Coser图 效果非常不错,站在制作人的立场 他认为AI在设计出奇,可帮助开发者获得灵感 对不同类型的角色风格作为快速参考 在深入进行角色的制作开发,可节约不少时间 虽然AICoser的效果令人惊喜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AI生成效果过于相似 碍于算法能力的限制 再加上目前用于训练的二次元角色脸型高度统一 导致AI更容易产出相近的生成效果 对此,制作人表示,软体技术是可以扩展的 例如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自行邀约专属模特 签署授权协议,作为自己项目的AI模型计算 这样就可以拥有自己的AI数据库 对于中小团队和主机开发 RIGC AI生成内容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的主机游戏企业中,中小企业构成了主体 团队规模在百人以下的企业占比超过七成 在这种情况下,AI技术可为中小工作室节约时间 帮助他们更快地推出高质量的游戏作品 总的来说,AI技术为游戏开发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 而制作人对于AI在中小工作室的作用也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希望未来AI能够为更多的开发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大家有什么想法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